學佛有一個很重要 念下來 耐得起孤獨 一個人的時候力量還特別大 就是說你懂得安排你自己的身心 就像我的師公曾華長老 92歲的時候胃癌 不能吃東西排血 但是他一點痛苦都沒有 他跟我講海濤你不用來看我 師公你痛苦 師公要趕著把八部日經讀完 回向淨土 希望能夠懷著菩提心去淨土 他跟我說師公很慚愧 看大部日經應該趕快趁年再來 但是師公要先去淨土 所以我就問旁邊的師者 我說師公沒有痛苦 他說他從來沒有痛苦 忙著在念佛誦經 所以各位這個叫有法力 如果你沒有法力 你一痛苦的時候 喊啊喊啊喊啊 喊啊 找醫生啊 不找佛陀 不找佛陀啦 所以 因為你沒有單獨 孤獨面對自己的修行的能力 這個很重要 所以 世間的人就是沒辦法耐得起孤獨 為什麼我一定要結婚 我一定要找個依賴 我一定要生個兒子 好像有他才快樂 沒有他好像他失去依靠 所以各位有時候一定要讓自己啊 全部放下 敬一下 去到一個人家不認識你的地方 也不能忙得光光啊照相 那也不算 簡單的說把你關在房間七天 然後你能夠面對自己 你能夠安排自己 哪一天 一個人把你丟在老人院 護理院 你已經腳不能動了 你還能夠面對自己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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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隨緣 這個很重要啊 因為每個人都要面對的 學佛就是要 離苦得樂 那離苦得樂最大的痛苦 佛陀哥們講了 般若智慧 要對峙的是什麼 來 等一下 無明我直 對 就是絕對有一個我的 真實存在 所以我要我不要 我喜歡 我討厭 都是從這個我來的 這個叫沒有智慧 事實上各位都已經了解 有沒有我這個東西存在 有沒有 有沒有 不好意思說 明明知道沒有 但是卻很喜歡有 明明知道沒有 因為佛教認識那麼久了 空性啊 無我的智慧啊 各位倒背如流了 但是碰到狀況啊 哎呦 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得癌症啊 錢不見了 老公有外遇啊 兒子不聽話 不過你就會很痛苦 所以各位 有些人天天早上 跑起來運動 最後還是 還是痛苦 給你多活五歲好了 輪椅給你多做三年好了 究竟要讓自己沒痛苦的 是什麼 根本沒有我 這個身體是所有痛苦的根源 但是如果你覺得身體是我的 那你很痛苦 所以佛教如果各位真的要修行 那你要 念一下 死亡前的死亡 你一定要 利用身體死亡之前 把這個我質 煩惱 業力把它消除掉 那就沒有白來一趟 不然浪費了 這輩子賺了這麼多錢 買了這麼多房子 生了一大堆子子孫孫的 結果呢 你沒辦法面對自己的癌症 或是愛別離苦 因為你總要走啊 那時候你就 不太好超度 你會執著在那個地方 出家人如果一執著 你一件袈裟一執著 他就不能超度 好